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夜话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的知识点是 紫查询 紫查询是什么意思呢 紫查询实际上叫嵌套紫查询 意味着一个查询语句的结果 作为另外一个查询语句的条件 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一个事例 什么练习呢 就是查询跟Smith在同一个部门的雇员信息 来看一下Smith他在哪个部门呢 在20部门 跟他相同部门的员工还有两个人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紫查询的话该怎么实现 我们可以分布走 首先呢,可以查到Smith是在哪个部门的 DPT number from EMP Val呢,Elam等于Smith 好的,这句话呢 我是可以查询出Smith的部门编号是DPT number20 接下来呢,我可以from EMP表 Val, where the EPT N, where the E... 出现了12345条纪录哈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这两步我怎么把它合二为一呢 好 看我怎么写 CNAC的新 from EMP will dpt number 等于 好 括号 括号里面呢 把这个 Elem等于Smith的CNAC的语句 放进去 OK 看一下这个结果 執行出来 也是五条记录 完全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 而这种写法 就是 紫查询 紫查询这种嵌套方式 首先它会写到一个小括号里面 那么紫查询的结果 会作为 外层查询的这样一个依据 你看到没有 外层查询就是will dpt number 等于 它是这个紫查询的结果 这个就是紫查询的用法 紫查询的用法 请大家特别注意 紫查询的结果 作为外层查询的一个条件 紫查询呢 一定是放在小括号里面 好 放在小括号里面 紫查询的用法呢 是非常灵活的 接下来呢 我要查询的是什么呢 呃 换一种说法 我要查询 工资 b b smith 高的 雇员的 细细 那么我们这个紫查询就换了哈 换成什么呢 换成sannery sannery就不再是等价鱼了 而变成了什么呢 大鱼 sannery 当然我肯定也要得到的是 sannery 记住外层跟内层 它一定要匹配 好的 这就是 查询b smith 工资高的 所有的雇员的记录 哈 有13条记录 诶 好像smith先生是最低收入的那个雇员 嗯 这个是呢 用另外一个练习 给大家巩固一下 紫查询的用法 但实际上 紫查询还有很多其他的用法 如果紫查询返回的是多个字 我们怎么办呢 嗯 我就写一个and elem 哦 不是and 应该是或者 或者 elem等于什么呢 for的先生 这条紫查询哈 我选中执行一下 出来的结果 两条记录 紫查询如果返回多条记录 我这里用的是 比较运算幅大于 结果能成功吗 哎 结果他会报错了 因为你会发现哈 我signary大于两个值 我怎么知道该大于哪个值呢 啊 请大家特别注意 我演示这个例子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紫查询呢 是可以返回 任一个结果 可以是一个 也可以是多个 也可以完全没有结果 那如果是一个结果的话呢 就像上面这种 没问题 能够得到 但如果是多条记录 而我外层查询又用的是 关系运算幅 关系运算幅 右边只能出现一个操作数吗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有很多种做法 第一 我可以用硬 对不对 signary在什么和什么之中 当然这种硬的这种做法呢 肯定就不会满足 工资比什么 Smith和某某高的了 那这个得换一下 和 Ford高的顾员的信息 用硬肯定不行 但是硬的话呢 在语法上没有错误 我可以硬一个范围嘛 signary既可以等于这个 也可以等于那个 那如果非要用大于呢 我该怎么做呢 这里呢 要介绍两个关键字 一个是or 一个是ally or和ally 可以用在字查询之前 比方说大于or 因为signary的 它会返回两个值嘛 这个字查询 一个是800 一个是3000 大于or800和3000 就大于所有的这个范围 既大于800又大于3000 肯定我出来的结果会是 大于3000的这个值 这个的确满足了 查询工资比 Smith和Ford高的 顾员的信息 那如果我不用or 用ally是什么意思呢 ally是任意的意思 任意的代就代表 800和3000中 我只要比任意一个高 就可以 比任意一个高 哎呦 Smith先生是最低的耶 那只要比Smith高的 剩下13个人都会出来 好 这个就是nort和ally 在紫查询中的用法 同学们掌握这个知识点了吗 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一个 关于紫查询的一个关键字 叫做 一个Z4次 关于一个Z4次字句的用法呢 我随便写个例子哈 嗯 Synact Elem From EMP Where Exists 一个字句 Synact Syn From EMP 表 Where Synary 大于 5000 好 这句话呢 Exists 是存在的意思 我要是条件 也就是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 Synary 大于5000的记录 我就查询出 EMP表中的 名字 但是很明显 最高的薪水 都只有5000 所以不存在 大于5000的 这样一个记录 既然它不存在 那么前面这条 CNAC的语句 也就压根 不会执行 好 这个就是一个Z4次的用法 那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的紫查询呢 就基本结束了 这个嵌套紫查询呢 是可以出现很多层的 但是请记住 不管出现多少层 最先执行的紫查询 一定是最内层的那一个 因为内层紫查询的结果 作为外层紫查询的条件的嘛 请同学们特别记住 好 到这里为止 我们本次课就结束了 下次课 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